瑞士蒙图爵士音乐节是世界上最悠久的爵士音乐节之一 今年已经迈入第48届了 它跟荷兰海牙的北海、法国尼斯 号称欧洲三大爵士音乐节的重镇 在蒙图音乐节15天的盛会期间 乐迷可以享受不同风格的爵士乐 苏格兰歌手Amy McDonnell热力开场 揭开2014年瑞士蒙图爵士音乐节序幕 瑞士蒙图爵士音乐节 这一年的历史是全球重要的大型音乐节 在15天的音乐盛会中 各个表演场地呈现不同风格的爵士乐演出 从灵魂乐、经典爵士到拉丁爵士融合摇滚乐等等 乐迷可以享受不同的爵士风情 美国歌手Norma G. Martin第二度受邀参加音乐节 带领乐迷感受不同的爵士音乐美丽 我认为第一个原因的唯一是因为 那是从来到我来的第一种 第一种我来过来的事 and you know i know that the blues was all based on emotion that's all it was you know and that's what i want stood still on a highway i showed up by the side of the road 63岁的音樂老將Chris Ria也帶來經典歌曲 瑞士蒙圖爵士音樂節用寬廣開放的樂風抓住全球樂迷的焦點